这是天上线 如果是有空过 可以看视频 走让我们咨询 我们来看这个手相的案例 首先从这个手相来看 这是典型的木形手 带筋骨质 掌面偏硬朗 剪棱角 手指稍见缝隙 是筋骨质牧人 筋骨质牧人是强牧人 有牧人的多思善谋 同时也有筋骨质人的坚韧和毅力 筋骨质人 那么心性要求比较高 有些好强不服输 是利于事业 但是牧人也兼具谋略的特点 所以说是非常不错的一种手型和掌型 我们来看手指的形态 来看手指的形态 手指我们注意到 左右手小指都偏短 小指偏短容易和子女缘分稍浅 容易影响到晚年的运势 那么食指还是比较长 食指长于无名指 食指长 第一个说明跟兄弟姊妹的缘分倒是深厚 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个人做事 非常的有自信心 自信心十足 有活力 这是手指的形态 那么同时我们注意到 左手是先天的 左手 食指还是见缝隙 食指见缝隙 早难余浅 这个是早年的钱财消耗还是比较大 这个财运会来的相对来晚一些 我们来看这个掌球和纹路 那么掌球来看的 金星球还是偏平一些 这个不够饱满 那么再加上这个青筋和一些 这个生命线附近的一些 查文的干扰 所以说这个体质还是一般的 金星球也见凹印 加上本身是一个事业性比较强的筋骨质人 注意劳逸结合 特别是注意这个肝胆和肠胃方面的保养 这是金星球传达出来的信息 食指跟木星球 比较饱满高的 所以说这个做事还是自信心十足 有野心有抱负 事业心也是比较强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传统首相学当中的正财卫所在 这个隐约见这个田字文 田字文出现在正财卫 对财运有一个催忘的作用 并且尤其是在固定资产和田产 房产等等 这方面是颇感兴趣 并且很有心得 这是食指根部木星球传达出来的信息 那么月球还是比较饱满高龙 月球饱满的人 潜意识想象力非常丰富 并且变通能力很强 从弯曲有弧度的脑线 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做事很有创意 懂得变通 那么我们来看文路 文路从三大主研当中讲的话 还是偏深刻 偏深刻的文路 有一些是比公秦偏老路 还是偏筋骨之人 从流年来看 生命线初期还是见导文的干扰 这个导文 基本上从流年看是12到15岁左右 这个阶段会有一些身体方面的病动的干扰 甚至有生病住院的经历 那么成年之后 生命线基本上是少杂纹干扰 少导文干扰 所以说成年后身体体质无大碍 我们来看到 这个生命线脑线在分离处 还是见导文 脑线为人文 代表自己自身 那么生命线为地文 代表原生加令和根基 那么这两条线在分离处 也是自身脱离原生加令独立的阶段 这个阶段 见一些导文的话 容易在学业上受到影响 甚至会出入社会的时候 刚踏入社会的时候 进入职场的时候 也会碰见一些坎坷和阻碍 这是分离处的导文 当然这方面的阻碍 也可以看到 它不单是来自于事业和职场方面的一些不适应 同时也会来自于感情方面的动荡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亲密关系线很早就 有这个亲密关系线 甚至有早恋影响学业的这种可能 同时呢 在初期感情线也是见一些 这个邪文的刺入 包括有一些 这个杂文干扰 所以说早年 在这个感情方面还是见一些动荡 特别是这个 我们还注意到 这个影响线刺破了事业线 所以这个就是来自于这个感情的一些动荡 不过到了右手 后天的感情线慢慢的 这个变得 虽然有一些邪文的干扰 但是呢 慢慢的变得深刻 咱们干扰慢慢变少 所以在后天的话 这个在感情当中的会慢慢的稳定下来 这是感情方面的 我们注意到 自从这个生命线在和脑线分离之后呢 不久啊 它还是建一条小的上升线 这个上升线呢 是代表啊 逐渐的适应职场 能力也提升 运势也会慢慢的提升 这是适应能力非常强的一种表现 这也是筋骨之恩呢 这个有一些好强不服输 这个出入职场 虽然有些不适应 但是呢 它的这个做事坚韧有毅力 抗压能力很强 所以很快适应职场 这个运势也会得到提升 这个是上升线带来的意义 自从这个上升线出现之后呢 生命线就变得干净 深刻 更加的深刻一些 所以说这个 是这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一种人 再加上本身 他是脑线和感线之间的 也是建一些小的这种 这个十字纹 这个叫神秘的十字纹 代表环境的适应能力很强 同时呢 越到晚年的话 容易和佛学玄学结缘 内心达到一种平静和自然 这是 这个很快适应职场 适应能力非常强的一种特点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 整个上升线之后呢 生命线基本上在 25到27岁左右 一直延伸到 这个基本上到了50岁左右 这个阶段呢 这个 整个生命线还是比较粗壮的 所以说强运还是在中年 中年的话也是 这个 这个是打拼的年纪吧 这个 这个地方呢 要抓住这个时间的一个机会的话 在实力和磁场上啊 在包括财运方面呢 能够会有所突破啊 即使如此呢 但是 还是见一些啊 小的横文干扰 这段横文呢 刚才讲到的感情的动荡啊 其实也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感情的阻碍啊 这条横文 特别是这个 从流年能看 流年来看 基本上是二十 这个三十二到三十五岁左右啊 这个阶段呢 三十二岁左右呢 还是见一些啊 情商的干扰 包括这个烂桃花的干扰啊 这个从这个影响线刺破 事业线 基本上这个流年是对应这个部分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会影响到一些啊 感情的稳定 甚至会影响到婚姻的稳定啊 这个是需要多注意的 包括右手后天的这个影响线刺破啊 后面也接连一些小的影响线刺破啊 都是会看到这方面的信息啊 那么到后面 基本上啊 这个三十八岁左右呢 基本上看到这个 又有一条小的横文干扰啊 这个横文呢 是跟事业有关系啊 事业线呢 也见一些小的横文干扰啊 这个中年事业遇瓶颈了 遇到一些这个职场或者事业方面的压力啊 同时呢 也可以可以看出这个筋骨质呢 势必供金偏劳碌这种特点啊 就是有些事情啊 不敢放手交给别人去做啊 所以说事业往往会遇到一些上限受限啊 受到这个自身个性的一种影响吧 有一些势必供金偏劳碌 不敢放权啊 这是事业格局受限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的横文之后呢 基本上后面的横文就消失啊 所以说整体这个手向还是不错的啊 刚才讲到的这个感情方面的动荡 其实跟这个掌底啊 金星球底部更攻的这个亲密关系 这个魅力线也有关系啊 桃花这个属于桃花旺的体质啊 所以在因缘方面呢 还是见一些动荡啊 注意这个烂桃花的干扰 我们到右手来看 其实呢 也是传达出相同的信息啊 这个是 从这个结婚线 刚才也讲到了啊 这个结婚线居中的这一条 上面又有一条 又有一条短的啊 也可以看到这个感情方面的一些动荡 但是呢 我们注意到有个很好的信息啊 在这个 结婚线上方啊 有很多条子女线啊 跟这个结婚线垂直的 特别到了右手之后 更加明显啊 说明跟子女缘分还是比较深厚的啊 就是说他这个生 投胎啊 投胎生男孩的几率比较高 特别这个有结婚线 上面的有子女线啊 但是刚才讲到了 这个小指偏短啊 跟子女缘分烧钱啊 就是说 即使是说 在家里这个子女比较多啊 这个知凡夜貌啊 但是呢 到晚年似乎有这个 为子女操劳忙碌的一种特点啊 这是这么一个信息啊 因为家长本身也是属于一种筋骨之人啊 对子女关爱有加 但是到老呢 似乎有这个 很难想到子孙福的一种特点 这是子女线啊 那么关于财运方面是不错的啊 这个左右手都见这个财运线啊 财运线成型啊 是非常少见的 一般人呢 都会有一些断序啊 但是这个财运线成型的话 能够在这个财运方面能够有所突破 并且呢 财运线和这个脑线 生命线啊 组合成这种大的三角财库啊 左右手都是如此 所以说这个是啊 人生当中的财库呢 利用得当的话 在事业和财运方面会有大的发展 或者甚至有这种啊 发大财的机会 只是说这个刚才讲到财运会来的稍晚一些啊 这个实质见缝隙 早难于前啊 至少说是在30岁之前的财运来的不会太 不会来的太多啊 这个到后期 这个才会见这个大财到来啊 所以说还是需要这个补充财库 才能够把这个财望财运给催旺起来啊 这是关于财运啊 那么整体的首相就分析到这里啊 如果是有困惑呢 可以看视频左上方咨询 我们下期再见 就回视频左上 quieter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